這日Omi曠子凡為香港開電視兒童節目小孩開電視錄影 和一班小朋友自製指手臂兼大玩趣味遊戲 拍攝小朋友和寵物出名難度極高 因為難控制 不過Omi就說和一班小朋友合作當時 令他十回九回的童真 每次都學到很多東西 不只是在老師身上 就算是在小朋友身上 有時他們都給了很多你估不到的創意 或者是一些答案來的都是一定會學到的 有時我真的想不到小朋友節目的那個急才是很需要的 因為他們經常都會給一些很天馬行空的答案來的 有時我都會給他們說到我口啞啞 是 咦 這樣 所以是有一定的考驗在裡面 不論是考小朋友或者考我都是 剛剛過去的聖誕節因為限聚令關係 少了人出街慶祝 市面氣氛比往年平淡 但Omi卻因禍得福 和家人度過了一個溫馨的假期 過往的聖誕節我都會和朋友過 今年的聖誕節因為疫情 就留在香港 就和了我媽媽過 和也有和朋友過的 就在自己家去煮一點點食物 大家慶祝一下 拿一點聖誕氣氛就可以了 反而都覺得難得的 因為今次聖誕節可以陪到媽媽周圍 去和聖誕節拍照 很多次都是和朋友拍照 今次今年是 這個會算是我今年的聖誕禮物 可以和媽媽拍到一張美麗的聖誕節照 過去一年疫情反覆 徹底改變了地球村人民的生活常態 Omi都說自己的心態都改變了不少 所以對明年的展望是更加努力工作 其實今年對以往的上一年 加上今年的疫情是轉變了很多 的確在自己工作上的心態都會不同 因為要小心點 第一 第二就是會更加珍惜那個工作的過程 和機會 因為疫情也會有時可能停了拍攝 或是怎樣 一可以工作回來都會覺得 的確是有點掛著這個感覺 或者希望下一年 大家都可以順順利利回復一個正常的軌道 大家都可以正常開心地生活 Omi說自己一向甚少入廚 就算相約朋友家聚會 都是負責做食那個 所以新一年的其中一個願望 就是的起心肝學煮幾尾呀